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车是2014款的RAV4 现在是右后灯 刹车灯不亮 我给你演示一下 把后备箱打开 这儿 这儿有两个螺丝 这一二 这两个螺丝把它打开 用这个老虎钳就可以了 然后逆时针转一下就可以打开了 上面这个也是 一般不是特别紧 老虎钳就可以足够了 好 这两个螺丝摘了之后 这一块整个这个尾灯的系统 这一块是直直的 就是 straight straight up 把它直直的拽出来 因为看里面这一块和这个是卡在一起的 这个和这一块是卡在一起的 所以一定要直直的把它拉出来 灯泡就在这儿 这个就是稍微 顺时针 就可以把灯泡取出来 这是坏的灯泡 这个就可以直接用手把它拔出来 直接拔出来 又不用旋转 然后我们现在就把新的灯泡放进去 这个是新的 在Cleanitai买的6块钱 两个 妈妈 好 这个灯泡就是从Cleanitai买的6块钱 两个 然后7443 这个牌子 然后就是我们取一个灯泡 这个呢为什么用纸呢 就是这种灯泡如果用手直接抓住 有可能会影响它的那个光线 取一块出来 这个就直接插进去 不需要旋转 直接插就可以了 然后呢把它放回原来的洞里面 好 现在就是把这个放回去就可以了 很简单 还是把这个圆柱体对对它这个槽 前面这个也要对对它的槽 这样抓起来就会和原装一样 直接一推回去就可以了 现在就是把原来的螺丝拆下的两个螺丝 两个螺丝放回去 上紧 好快啊 才两分钟